这个还有一章四个问题 有些人在修行过程中 特别在袍箱和波舟的行中 身体身半空中 倒下行地面不停的转动 这是与四大有关系吗 什么原因 与四大有关系 四大是地水与火风 这个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现代的科学 现在一般人讲的是科学 而且是属于物理的科学 四大地水火风四个字是形容词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基本的物质 在我们过去讲的是原子电子 现在讲的基本粒子 最新的名词讲到夸克 这是不能更小的东西了 这样小的一个物质 这个世界是这些物质组成的 现在我们都有这个知识 都有这个常识了 是这个基本的粒子组合成为电子 电子组合成为原子 原子组合成为分子 排列方程式的不相同 构成了整个宇宙 动物 植物都是这个基本物质组成的 所以 佛家讲万法皈依 在物质上确实万法皈依 那是一个基本的物质 这个基本物质 它有四个现象 那现在的科学家讲的是 这个基本的这个粒子 它带电 它带的有阴电 带的有阳电 它虽然很小 高倍显微镜观察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物体 地呢 就代表的是物体 它是一个体积中心 我们用地代表 它带的阳电呢 我们佛法讲了火大 火是阳阳电 它有湿度 湿度是阴电 阴电 它带阴电的 阴电湿度 湿度水大 所以我们用水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动呢 就是风大 这是一个基本物质的四个现象 它是一个物质 就是地大 它有 它说这个 带阳电 好大 带阴电 我叫湿度 我后来讲温度 湿度 温度是好大 湿度呢 是水大 动的是风大 这个 与这个当然有关系 与四大 决定是有关系的 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要晓得 我们到底是修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 佛法呢 无量无边的法门 你喜欢动啊 佛教教你用动的方法修 从动的当中啊 你要能够修到不动 你就成功 你喜欢进 佛就教你用进的方法修 所以佛教化众生 随顺众生的更新 佛没有定法教人 无论哪一法都能归原 归原到最后是什么 动进不二 你就回了头了 你动不是进 进不是动 你回不了头 什么时候 你用动的方法归到进 进的方法呢 归到动 证明动进不二 这就成就了 那么你看看你自己 喜欢用哪一种方法 但是要有老师指导 没有老师指导啊 如果这个方法用功用错了 就说就照模了 出了毛病了 一定要有过来人帮助你 指导你 没有人指导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呢 念佛 念佛这个方法是很安全的 没有人指导自己修严身 拨助三妹 难啊 拨助三妹是 一期是九十天 九十天不能睡觉 不能坐下来 躺下来当然更不许可 只可以站在了你 走动 这不是普通人能够修的 我们现在的普通人 最好用采取这个地险老和尚的 教会我们的方法 就是一心短念 念累了呢 你就修习 修习好了 接着再念 这个方法好啊 你看他这个学生 郭炉匠的那个学生 三年多 他就成功了 他往生 欲知识知 他又不生病 他站着走 走了之后 还站了三天 等这个地险老和尚 他的师父 替他办后事 死了以后 站三天 成功了 地牢非常赞叹他了 这天下丛林的方丈住持 比不上你 讲进的大法师 也比不上你 就是一心专念 没有妄想 三年成功 这个例子太多了 真干 真放得下 这个世间一切 都不要去管他了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管他干什么 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之后 回来再帮助大家 要发这个心 我到那里是求学 成就自己的智慧 等了 回来再帮助这些苦难中心 这个就是菩提心的 不是真意 这个业障太重了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享福去了 这是去避难去了 这种心去不了 这个念头就错误了 一定是 我现在想帮助大家 没本事 帮助自己都没法子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自己 智慧的能 回过头来帮助众生 意思是真 谢谢大家